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徐凯 今天来到演技派感受如何 会紧张吗 有 因为我不是来说当嘉宾 我是来学习的 我也是学员的一分子 所以我会紧张 如果有机会愿意来当学员吗 我当然会 其实到现在我觉得特别羡慕 我羡慕就是 这些学员有这么好的导师在教着 指导者 这是我们当时都没有的机会和一个机遇 所以我今天一录完我就回去休息间 我就说好羡慕他们 你的演技派有不少熟人吗 周大为前不久还报了你的料 是吗 放我什么料 我在他们面前都很凶的 他这个皮皮的样子 然后就是很会撩 他哪一点最撩 他就是一个眼神 一个挑眉 一个笑什么都可以 因为拍戏嘛 就是得营造个氛围 其实不是说撩就是 我知道大为第一次演戏 他很多时候会很紧张 所以我觉得看到他这样子 我想忍不住的 想告诉他更多一些经验 经验之谈什么 就跟他聊了很多 所以他可能觉得我比较在撩他 其实都是在交流 那你大家也展示一下 你很撩的眼神吧 但我从来不会对大家做这些 对对对 看到他们会常想到自己刚入行的时候吗 那个时候是在北京 我是很紧张 然后因为我什么都没学过 沟通完之后 我其实心里海门很没底 哎 就 就签了 然后我就开始学习 上了一阵子表演课 就开启了我人生的第一部戏 拍了有五个月还是半年 那段时间 然后我就觉得演员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新疆拍啊 拍着拍着下冰雹 每个人手都是动肿动破动紫 有一些都出血裂开了 然后好了 冬天过了到夏天 哎就是你拍着拍着 后面又有人中暑 就拍着拍着 砰 什么声音回头看倒在地上 抬去医院 其实演员是很辛苦的 但这个是必经路程我觉得 如果回到古代希望自己的角色是 那我当然想是皇上啊 好那真的 对啊 你觉得自己有信心活到大结局吗 嗯 哎我是皇上那我怕什么 应该是别人问我 他能不能活到大结局啊 皇上 加 给自己的颜值打多少分 三分满分 十五分 你觉得谁颜值高 谷歌 黄博 公司里颜值最高的是谁 宋伟龙啊 那余老师呢 那先就他跟余老师了 最后粉丝想看你清爽不油腻的土味情话 最近有谣言说我喜欢你 我告诉你 你绝对不是谣言 百音必有果 你的报应就是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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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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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